今天绵羊被录取为中国解放军飞行区 这里是中国科技城城市部中心绵羊 这是武侠世界里的影视秘境 风光卓绝远离江湖 无数侠客隐居在此 失忆快马为国铸剑 它就是四川绵羊 这是一座可以仰望雪山的城市 一座拥有中国最多野生大熊猫的城市 一座让李白度过二十多年人生时光的城市 一座长期默默建设国之重器的城市 是什么历史 让这片土地浓缩了中国人极致的硬核和失忆 答案却隐藏在它的山河之中 在绵羊的深山里 有一处秘境 也正是我要寻找的地方 找到了 这就是大龙口瀑布 看起来有三十米的落差 现在是盛夏 水却非常冰凉 你知道吗 这条瀑布的源头 已经非常接近明山的主峰 雪宝顶 数千万年来 大地碰撞的力量让四川西部群山所立 作为中国最靠东部的雪山之一 雪宝顶以5588米的海拔建置苍穹 俯瞰四川盆地 而绵羊就位于雪宝顶的东侧 平均海拔不足600米 巨大的高差让雪宝顶在内的群山 犹如一道巨型屏风拦截着水汽 海拔高处 积雪孕育出冰川 冰川溶水与更多的大气降水一道 自雪宝顶及周边山峰向下奔流 或切割幽深峡谷 或充实地下洞穴 并汇聚成更大的江河 浮江 一路滋养着绵羊的万千生林 其中最珍贵而独特的 当属国宝野生大熊猫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 是位于绵羊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王朗片区 这里的海拔在3000米左右 我身旁就是一大片建筑林 它们名为缺胞建筑 非常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 是这里野生大熊猫的主食主类 而相较于海拔更低的缺胞建筑 这里的水分更多 口感更好 非常受野生大熊猫的喜爱 始建于1965年的王朗 目前已经成为 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 再加上绵羊其他区域 适宜的生态环境 让绵羊成为 中国野生大熊猫数量最多的城市 而这也不过只是 室外绵羊的冰山一角 由于绵羊地势起伏极大 不同气候随着高度变化垂直分布 从山地寒带到亚热带无所不由 而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无论参天古墓 湿地草垫 还是高山杜鹃 心仪花海 在绵羊均有分布 点缀出这座雪山城市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 一世独立的雪山造就了绵羊这片宝地 历史的风云际会也已埋下它尸箭快马的伏笔 金牛道是一条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国属道 它向南连接着成都 向北翻越群山连接着汉中 与人们印象中的艰险不同 金牛道在绵羊的这一段 有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翠云朗 相传 多个查到的镇守者不断发动民众士兵指数 踩入了这段上百里 甚至部分路段可以快马及驰的五百长 事实上 除了金牛道 向北出入四川的古属道还有树条 再加上浮江连接起不远处的长江水道 通达的水路交通也带给绵羊巨大的历史机遇 公元前二百零一年 西汉在此建成 开启了绵羊两千两百多年的建成史 于是众多英雄人物才子家人难来北往 司马向如 杨雄 刘备 诸葛亮 蒋婉纷纷驻留绵羊 留下筷智人口的传奇故事 唐太宗的第八子 岳王李珍更是建起规模宏大的岳王楼 我们登上岳王楼的最高处向远处眺望 绵羊的母亲河福江与支流福荣西 安昌河交汇形成的三江半岛 尽收眼底 你也许无法想象 千年前当李白仰望此楼 他写下的是怎样的千古凝聚 微楼高百尺 首可摘心尘 不敢高声欲 恐惊天上人 鲜为人知的是 李白自幼生活在绵羊 到杖剑去国辞亲远游 在这片土地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远处齐险缥缈的雪山 峡谷柔情的岁月 或许赠予了他豪放与浪漫 在他的笔下 绵羊是乔夫与庚者 初入画瓶中 也是日邪孤立过 连卷乱风轻 侠客轻见快马 僧侣静坐拈花 不同的文化在高山怪事间生发 深山故宫报恩寺 就堪称文宝剑一大奇迹 绵羊的报恩寺中 有一座明代的牵手观音像 它有一根高达九米的南木 惊雕而成 包破成擅心密布的一千零四只手 距今五百八十余年 依然栩栩如生 师见快马 侠义人间 它似乎已是绵羊数千年不变的城市气质 但正所谓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当它面对着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绵羊 将迎来一批真正的隐式侠客 他们终将一身的侠骨和柔情 化作着满城的家国重器 绵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世纪六十年代 日益严重的国际形势 迫使中国将重要的国防工业 轻移向后方 其中 与原子弹轻弹相关的核工业 更是重中之重 经过反复悬直比较 群山林立的绵羊 从七十余座城市中脱颖而出 在这里 科研工作者们隐姓埋名 一边建设基地 一边攻克难题 终于完成了原子弹轻弹 最重要的武器化与定型 而直至很多年后 那些令人动容的英雄般的名字 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在这个今天被称为两弹城的地方 二十三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 有九位都在此隐居住建 如今 红云冲天照九霄 千军合力动地摇的梦想 已然变为了现实 绵羊 也终将迎来它出世的时刻 开启新的时代风云 改革开放后 国内曾经唯一的基载火控雷达生产商 长虹机械厂 向民用商品转型 一跃成为中国彩电大王 蓬勃的企业激活城市的朝气 将绵羊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2000年 绵羊科技城正式成立 成为中国唯一一个 由国务院直接批准建设的科技城 我眼前的这只四组仿生机器人 俗称机器狗 它由位于绵羊科技城的 兵器装备集团58所研制 与一般的机器狗不同的是 这只是一只未来战士 它的背部 是一挺7.62毫米口径的机枪 眼部则装备的光学和雷达装置 灵活的四条腿 可以让它在复杂的环境中 来去自如 今天 18家国家级科研院所 超3200家科技企业 正不断增强绵羊的武艺 它们带来的 不仅是一座城市GDP的增长 更是绵羊作为中国科技城 和城鱼副中心的硬核实力 与未来担当 而狭气满满的绵羊人 也将继续书写新的故事 从名山秘境到生林国宝 从古道关口到诗剑快马 从两弹元勋到科技之城 绵羊走过了万千岁月 今天 当我们缩一碗正宗的绵羊米粉 当我们仰望它的山河 品味它的人间 才能真切感受到 这座城市的传奇 它像是一位诗人 泥山是它的笔风 江水是它的韵律 它更像是一位侠客 在隐秘的山河里 为天下铸剑 为苍生藏剑 为家国亮剑 这就是绵羊 诗意如画 侠鼓担当